1932年3月9號 溥仪就任滿洲國的執政 兩年後成為滿洲國的皇帝 但這十一年 他都活在恐懼當中 擔心日本人下毒 害怕自己下場悲慘 天天過著浮掛的日子 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 才結束總共長達13年的傀儡生涯 1978年3月9號 華航831號客機 在從高雄飛往香港的途中 遭到華航工程師拿出工具截擊 要求飛往中國 機上兩名空安人員 用滅火器撞開駕駛門 制服嫌犯 我們只知道那個機艙裡面 是 嗶嗶巴巴的響 響了很大的聲音 我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截擊者已經證實死亡 正副駕駛員受到輕傷 已經送往醫院 而機上的92名乘客 也都虛精一場 也都安全地抵達了香港 都安全地抵達了香港 什麼事 都問題 都問題 還有 還是